接著看到第一屆的三太子飛國際網球挑戰賽 在台大體育館開始了第一輪的會內賽了 那麼這項賽事除了讓我國的年輕好手們增加比賽的經驗 也吸引了不少國外的選手來台爭取積分 對 那其中有一位台裔美籍的選手莊吉生 可是希望能夠透過這項賽事獲得我國網球協會的關注 力拼國手資格 黃皮膚一口流利的台語 台裔美籍的網球選手莊吉生 第一次來台灣參加網球比賽 他希望可以在三太子飛打出家機 獲得更多人的關注 更期盼有朝一日代表我國出賽踏上國際舞台 今年我有一個台灣的教練 跟我說不怕台灣 所以現在我有興趣 莊吉生今年24歲 目前世界排名314名 在幾乎都是白人世界的美國網坛 他在高中時期用實力證明打到了全美前十 但之後因為缺少贊助 加上個人評估決定選擇就讀米西根大學 直到兩年前畢業後才正式踏入職業網坛 至於第一屆的三太子飛會內賽首輪終於在台大體育館登場了 年輕選手不用出國就可以打到七萬五千美元等級的挑戰賽 小將省了荷包賺了經驗 雖然說對手實力都很強 但是能夠跟他們打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今晚會內賽第一天我國年輕選手單打成績不佳 全部無緣十六強 但是他們不氣餒調整心情再出發 聯合報系彭維尼 許家龍 楊一新 台北報導